我如果希望將來填資料的時候 有沒有 就自動可以讓人家自動填在這裡 而不要讓人家 什麼呢 自己去填 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給人家一個Excel檔 然後讓他去填的話 你會發現回來的結果會怎麼樣 真的是慘不忍睹 因為大家亂填 為什麼亂填 因為他不知道填什麼可以亂填 填完亂 你不填就算了 你亂填的結果是 你要花更多力氣 去解決他亂填的後果 所以乾脆什麼 你最好是可以不要讓他亂填 怎麼不讓他亂填 一 你可以秀出一個表單出來 你就乖乖給我在這邊填 照著填嘛 比如說你今天是評審 比如說今天面試的人來了 然後你就誒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叫滴滴滴 Enter 他幾分 他有三個成績 包含就是說他的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試考核 OK 那總共有三個成績 請你把它輸入上去 OK 然後輸入上去的話 當然 就Enter Enter 最後按Enter 或者按新增 他應該怎麼樣 就自動幫我把這四個成績 填入到底下這邊來 OK 那底下這邊有三個成 三個東西怎麼樣 這個可以自動幫我算出來 怎麼算 反正這個成績 就是平均嘛 那平均怎麼來的 就前面三個成績 除以三 要不然你就是用Average函數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用把那個函數的結果丟到這邊也可以啊 那合不合格也可以用函數丟到這邊 那ABCD也可以丟公式也OK 然後我們就可以完成這一個成績輸入 那不要讓人家隨便輸入就對了 OK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按個Enter 那應該就把我直接填入到這邊來有沒有 那並且還做什麼 把這個上面的資料清空 游標再幫我放回去 這樣好處的啦 你還可以再輸入下一個 下一個是111 Enter 再輸入 再輸入 OK 再Enter 又下一個 有沒有 一直可以往下往下 這樣的話其實好處就是 避免怎麼樣 人家亂輸入成績 反正你就可以照著這樣填啦 保證正確 這樣的好處就是真的還蠻多的啊 像之前有同學好像在公賣局上班 然後他底下有大概上千家的經銷商 那經銷商他每天都要回報他們的銷售狀況 那以前他就是給以色黨 然後他們亂填 填那一堆 結果回來他說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那一千家的經銷商你可想而知 哇那每個每個檔案都一堆問題 那怎麼辦 後來他用這個方法 然後你就給我只能在這邊填 填完之後就自動會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你就把這個檔案寄給我就好 他說 因為這樣的方式 他再也不用再去檢查 到底有沒有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能一個蘿蔔的坑 你也不能給我多填別的東西 而且這邊還有防呆 什麼防呆 比如說他可能沒有填資料 那能不能輸入不能輸入 按新證 比如說他只有填這一個 那底下沒有 請務必輸入 然後底下一定要輸入 或者甚至還有什麼呢 可能輸入的資料應該這個底下只能輸入數字 但是他可能輸入AAA 不行那也要把它擋下來 所以可能還要想到什麼 除了正常輸入之外 還要想到防呆 那什麼叫防呆 就比如說 第一個 他這四個其中有一個沒有輸入 如果沒輸入的話 你要把它擋下來 不能輸入 不然的話 這邊變成一個空白列 那不對啊 怎麼可能有空白列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三個一定是 一定只能輸入數字 你不能有什麼AA或者是中文 不行 好 一定要數字 所以如果他輸入非數字的話 一定要把它擋下來 另外的話呢 成績一定要是0到100分之間 那我要怎麼做防呆的機制 如果你這些都已經做好了 那理論上以後就一勞永逸了 還有什麼呢 還有最後可能講一下 甚至哦 你把這個關掉之後 這邊的資料呢 通通不能變 只能透過表單去輸入資料 如果他要輸入資料 那也不行 所以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像那個教育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保護工作表 有沒有 把那個密碼加上去 就是不要讓它動 你就不要給我從裡面這樣輸入 如果你從這邊輸入的話 哇 災難就來了 所以我遇到太多 像之前還有什麼 很多那個經銷商也是一樣 他有分公司 有那種 什麼 很多那個銷售據點的 像一些 像什麼康世美那些啊 或者還有香港還有大陸的資料 他們怎麼填也是一樣 然後就亂填回來之後 要整整合的那個人就很倒楣 因為無法選擇 所以說你乾脆就給他一個表單嘛 照著填就好了 哎 這樣就一倒永逸了 OK 好 好